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他就写写文章 开开会 你们现在的工作好像变得很危险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同了 就不ibil花进来 这就只有一点 还会得到 一点 有点 就是 有点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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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站住 你没事吧 我看看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你上的这么厉害 我去医院包车下会感染的 好包车 快走 去医院 坚持一下 快走 坚持一下 马上到医院了 车夫 停车 你先走吧 我自己可以 师傅 去湖北的万年路 不错 挺勇敢的 好了 这段时间不能沾水 一定要避免感染 好 你说话 怎么像大夫一样 很多时候条件艰苦 受了伤效 自己想办法 也算是半个大夫 你就住在这儿啊 对 来 喝点水 谢谢 谢谢 你住在这儿印刷厂里 外面机器声音这么大 你们睡得着吗 这轰鸣的机器声音 就像是催眠机一样 世面的人到我这儿来 抱着你睡个好觉 志远 我朋友 有什么事说过 你好 你好 志远 你来一下 好 你等我一会 我是 是 你 一会 你 我 走 你看 你 你 感谢观看 这张帽子都泛黄了 你还留着它 时光让有些东西面目全非 但也让有些东西愈下清晰 这张帽子虽然发黄了 但是横旋在我心中 就像一颗恒星一样 永远闪烁着光芒 是我不走了 你该回去了 要不然城秘该担心了 腿好点吗 要不然我让人送你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我还能再来找你吗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的 宇春 如果遇到危险 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我会尽一些可能的帮助你 记住 来的时候和今天一样 在万年木下车 从左边的小巷子穿过来 找罗老板 来 我扶你下去 你怎么看电影看这么久啊 没多久啊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走在路上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把膝盖摔破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这是谁给你包扎的 是 一个好心的路人 路人 是啊 他看到我摔倒了 就赶紧把我扶起来 然后 然后什么呀 然后 就把我带回了家 啊 你还去他家里了 是啊 他人可好了 又给我倒水 又帮我包扎伤口 真有那么好心的人 当然了 好吧 那是因为小姐你命好 才能够遇上好心人 那换成我啊 肯定没人理我 怎么会呢 他要是遇见你啊 肯定也会管你的 为什么 因为他 因为现在好心人多啊 我发现你最近神神秘秘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有吗 有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 哎呀我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这好心人 这好心人 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男什么朋友啊 怎么了 你肚子疼了 好 我给你做吃的去 我很快啊 啊 好 啊 哪儿 我 我 好的 我知道了 我马上派人过去 语如 有个紧急会议 你去记录一下 诸位 今天我们党务调查科 上海办事处 真是蓬毕生辉啊 军委会的王长官 军部的刘长官 还有行营的方主任 清零指导 真是荣幸之志啊 下面我们有请 军委会的王长官 给咱们大家讲几句 大家欢迎 各位 总司令 刚刚赢得中原大战 可这场胜利 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 井冈山猪毛赤匪 越来越壮大 从追逐几千人 竟发展到四万之中 而且地盘也在不断地扩大 总司令 寝食难安啊 所以消灭这股匪患 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财务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 考虑到这次行动 是一场大规模 多兵种的协同作战 需要情报部门予以配合 请各位根据我下面说的内容 制定一份假情报 混淆视听 让这次围剿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下面我给四位详细地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就先不要记录了 首先江西省主席兼第九陆军总指挥 鲁迪平已经招手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 总司令很可能会倾覆此地 指挥督导 兵力部署方面将会调动十一个师 另三个旅共计十万兵力 分别从张树 古州 南昌 靖安 高安 上岗 及敏干边地区发起进攻 部队番号是张辉战第十八师 陆孝城 新边第十三师 小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我没事啊 我有一份文件忘了存档 双军 你先走吧 我跟你一起回去 不用 我还要叫队一遍呢 你先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我知道了 红毛车 去哪儿 去后北的万灵路 好嘞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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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回来 你怎么回来 进 自己再小一点 现在自己再小一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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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板 别人找你 好 你快去改吧 好的 明白 出什么事了吗 差点认不出来你了 工作服是世上最自在的衣服 比恒生做的西服套装 穿着舒服多了 雨拙 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话吗 有危险的时候才能来找你 是你们有危险了 醒来了 雨拙 这份微较计划 你是怎么得到的 他们开过的时候说的 这种重要的内容 是不让记录的 所以我就脑子记住了 部队 番号 兵力 部署 定点里面 才有这么多数字 你全靠这个 这个比姬月谱 稍微难一点点 能够盗背拉哈曼的诺夫 第三钢琴协套曲 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让我更吃惊了 你还记得 当然 雨拙 你这份情报 可以挽救 数一千计的 红精战士的生命吗 真的 这么厉害 是啊 你太了不起了 你等我一下 咱们一起吃 尝尝我的手艺 嗨 读太好了 你更不是 面来了 好香啊 雨拙 有了你这份情报 我们就可以在国民党动手之前 做好准备 虽然我们红军兵力有限 但一样可以打一场漂亮的族机战 你这个人平时看着挺斯文的 吃几面来 吃面就得大口吃啊 大口吃得香啊 不信你试试 你真像我们景干山的小女儿啊 景干山 你去过景干山 我除了上海和武汉 哪都没去过 你主要你还年轻 应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 精力呢 是生活的肥料 什么样的精力 就会决定你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景干山是什么样的啊 是和上海竟然不同的地方 在那里 大家读书写作 耕种劳作 用自己的双手 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革命之地乐园 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 是一个 有安全感的地方 安全感 嗯 那是像 像家一样 对 像家一 任委员 任急抓公司被查抄了 我们有十三个通知被捕我 让劳力赶紧联系 扎北梁胆长 证据把人保释出来 好的 还有 让其他几个印刷厂 暂时停工 先避避风头再说 是 又抓人了 天天抓人 对了一种 你要答应过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不要再给我们做任何事了 你会有危险的 我不怕 再说 这没有什么危险 这不是二戏 我不想让你再冒险 志远 工人代表都到了 好 我马上过来 一会儿我这儿送你回去 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工人 遇到了不公正的呆怨 每天中午 只能吃暖饭 那是 不要再来 那是 那是 真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那是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没有 这是他们一贯的 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宣传 那这么说 你们赢了 当然 全是你的功劳 你协助我们完成了这次胜利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我们江西攻农红军 已经做好了种类 我们红军虽然只有三万兵力 但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你的情报 制定了更有针对性的战士 射击了天罗帝王 消灭了他们一万五千多人 真的 我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 我可以像我哥哥一样 帮助你们 我真是太高兴了 宇珠啊 我早就说过你很了不起 你有年轻前途无限 你不要再这样过早地否定自己 对了 志愿老师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雪中孤楚》 我觉得里面的女主人公春梅 确实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 她想要逃避封建婚姻 却又找了另外一个肤权作为保护 这并不是女性的觉醒 你有这样的认识 我很高兴 宇珠 我在推荐你看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里面的女主角诺拉和春梅 有相似的经历 但是有着 且人不同的命运 好 嗯 世识大会的酒味还没散呢 回家行动就失败了 十万人哪 不仅没有消灭猪毛赤匪 反而让人家歼灭了一万多 还活作了第十八师的师长张辉赞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本来我们是去围剿的 却让别人包了饺子 难道我们国军的作战计划 是共产党制定的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现在有证据表明 对赤匪围剿行动的失败 是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什么证据啊 新编第十四旅的旅长周志群 俘虏了一个治匪参谋 在他未烧完的文件里面 有一份围剿计划 内容和我们参谋部制定的计划 竟然完全一致 好像咱们给人家复制了一份似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明摆着吗 肯定有人泄密 没错 上面已经下了命令 要求所有经手过围剿计划 相关文件的单位 立刻展开自查 务必要查出情报泄露的源头 知道围剿计划的单位这么多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是啊 上次来我们这边开会的 不光是我们的人 还有很多军方的人 很多部门都参与了 这怎么查呀 我记得当时在会上 我们研究过这份文件 会后 这份文件 好像由宋副主任保管的吧 你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对事不对人 既然我们要查泄密的源头 那我觉得 有机会接触这份文件的人 嫌疑最大 所以孟主任我建议 我们办事处的排查 就从宋副主任管辖的办公室 开始吧 特派员 您真的要从 宋副主任的地盘查起 怎么了 我查的就是他 是 我这就去安排 办公室里的那些人 一个都不放过 共产党既然能拿到 一模一样的文件 那就证明文件被复制了 或者被密判了 按照这个思路 凡经手的人都要排查 是 对了 特派员 上次会议的速记员是夏宇竹 要不要也查一下 谁 夏宇竹 他也知道围剿计划内容的 是吗 当天在会上 重点部分不准记录 文件里那么多番号 那么多人名 他下一周都能记得住 撤蛋哪 围剿计划牵扯的面那么大 谁知道在哪个环节 出现了纰漏 现在每家的自查 就是走走行事罢了 可这个陈德道呢 偏要搞得大张气国 他明摆着就是故意羞辱我 这个陈德道 最擅长借题发挥了 当年 他借着恒轩的事情 平步清云 今天 他要借着这件事情 来打压你 就是想让你抬不起头来 这么卑鄙的人 都会受到重用 江振服真是没救了 你们办事冲递梦主任呢 他什么态度啊 他 无能之辈 被陈德道牵着鼻子走 这几天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人 都接受了陈德道的审问 包括我 他还敢审问你 有什么不敢的 还一本正经的 巴不得要审出点什么来的 这个人 他也太放肆了 没办法 谁让有人陷密呢 语图 宋大哥 泄密的事情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是被冤枉的 宇珠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不知道 陈碧 宇珠是在劝我呢 宇珠 你只要自己平平安安的 就行了 别的事 不需要你操心 我知道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也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今天怎么了 这么生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没有 我就是 觉得这些年你们一直照顾我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是吗 恒轩把你托付给我 你就是我的妹妹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宇珠 我和陈碧 一直把你当自己的亲妹妹看待 就算没有当年的托付 我和她 也会一直照顾你的 小姐有心事啊 没有啊 那件事 是小姐做的对吗 什么事啊 那天的会议是小姐做的记录 以你的记忆力 可以完全把开会内容记在脑子里 然后悄悄地告诉志远老师 你这样做很危险 会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那你不怕 我反而觉得 内心很安宁 小姐 你是不是喜欢上志远老师 老师了 胡说什么呢 难怪上班老请假 下班了也不跟我一起走 原来是悄悄地找志远老师去了 我去 别让别人听见了 喝水 我不喝 生气了 没有 什么事啊 我最近很忙 你确实很忙 你要查我一家计划的邪命舌 又要抓住工厂大神之源 可惜你纵使和他是世界有病 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成语都用上了 我说过 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 你感兴趣的 是妈咪 可拉德少小 我跟你说句实话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 你的消息 是什么橙色 任志远 你们找到了 我的手下今天下午刚刚发现 撑他白眼 你们这要抓住了他 估计鲜密的事情 又能因人而及了 他在哪儿 别急嘛 我记得我的老乡 王尔德 曾经说过 年轻时 总因为金钱是最好的东西 年老的时候发现 还趁吃那么坏事 他在户北 或姓尼刷肠 祝你何运 夏委员 搜索主任来了 散乃哥 前面在电话里 听到你的说话声音有些哑 所以在南京开完紧急会议 我就直接赶回来了 紧急会议 又出什么事了 准备取缔左翼作家联盟 查尽赤色刊物 反正现在跟共产党有关的事情 都是非法的 对了 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丘梨糕 如果好的话 我再托人去买 搜索主任 再托 来 小夕 拿着厨房去 陈米姐 今天小夕买的蟹壳黄 特别好吃 要不给宋大哥也带一些回去吧 好啊 不用了吧 我去拿 这两天跟金言局的人打交道 真是气得我头晕脑胀的 江岸伦事件之后 金言局还不消停吗 杜月生在陆家宴的厂房 就是专门用于制毒的工厂 这件事情他们金言局的人心知肚明 可就是不闻不问 宋大哥 我给你放包里 好 程碧啊 鸦片生意非同小可 杜月生那么张狂 他的背后一定是有人缠票 谁呀 国民政府蒋介石 我都想好 如果我把这事捅出去 他不仅不会责难 反而会赞许 宋大哥 那你们聊 我先回房间了 办法是不错 但我觉得还需谨慎 杜月生是什么人 你我心里很清楚 你要是把他惹恼了 他敢 我是党部的公职人员 他就是再心狠手了 他敢动政府的人吗 别忘了他可是靠着政府吃饭的 是吗 太白人 这监视一上午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不是让弟兄们 冲进去看看呀 我们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行动 否则就会打草惊蛇 这次的任务 我临时通知的 如果这样 还能走漏消息的话 那就说明在场的各位 可白人放心 我们绝对忠诚 好 如果我们这次 能够一举端掉这个肺窝 我保证 你们每一位 都能够升官发载 名利加持 后来 舞台 王晨 第一次出任务吧 里面可能会有电台 所以我把你叫上 别紧张 进去之后跟紧我 不会有危险的 取缔左翼作家联盟组织 通缉左联盟员封闭书店 查经的刊物有拓荒者 北斗 牟牙月刊 文学周报 文艺新闻 程碧姐 宋大哥 我去一下书店一块就回来 去吧 注意安全啊 宋大哥 我怎么觉得宇竹有事瞒着咱们呢 你看啊 她说去书店 还特地换了身衣服 精心打扮过 而且她还那么高兴 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 你 暧昧 可以理解啊 女人啊 只有遇到了让她心动的人 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容貌 你说 宇竹是不是恋爱了 那你呢 我说 好 她说 周杰 还好 飘落得太肆意 今生那些记忆 一朵绽放着的红枪灰 变变花般不满 静音泪水还是那么觉得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灰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道别里的伤悲 再相聚能面对 前半的总受罪 往事怎么回味 埋葬毫不崩溃 一朵绽放着的红枪灰 一片变花般不满 静音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灰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着的红枪灰 一朵绽放着的红枪灰 翩翩花般不满 静音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灰 这条路多曲折 百转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或许知道我心碎 正在还有复外面都除了 一叶的认 manages